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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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看了《華登初想》 《Light the night》未? 如果還沒看這部劇集的話 我誠意大家快點去Netflix看一看 《華登初想》自從2021年11月26日 在Netflix獨家上映之後 不到幾天 就成為香港和台灣排行榜上的 第一名懸疑類型的鬥爭戲碼 這個故事的節奏很緊湊很刺激 細緻的時代氛圍也做得很棒 加上那些演員的演技相當厲害 可以牽動到觀眾的情緒 跟著劇情的起起滴滴 非常精彩 絕無冷場 《華登初》想說什麼呢? 它是一部集愛情、懸疑和推理的台劇 是用台灣80年代紅燈區熱門日式酒店做故事的背景 由林心瑜和楊錦華飾演媽媽 酒店裏的小姐表面都是五光十色的生活 但背後每個人都埋藏另一種計謀 劇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無名的女師 用倒序法說回酒店發生的愛恨情愁故事 酒店裏每一個人都是嫌疑犯 但林心瑜平時的形象很純情、柔弱、溫柔 今次搖身一變成為一個風情萬種的酒店媽媽 是突破了她以往演過的角色 在《華登初相》裡 她飾演的羅宇龍這個角色 是一個充滿經歷和故事的女士 她和鄭元昌飾演的前夫有過一段婚姻 和楊錦華同時愛上了馮小樂 林心瑜和楊錦華這兩位動靈女神 私底下姐妹情深 兩個人在劇集裡大鬥演技 將角色演繹得淋利盡治 由好姐妹變成反目承受的敵人 在劇裡楊錦華愛上了閨密林心瑜的男朋友 鳳小樂 最終隱藏不住感情去追求愛情 為了心愛的男人賭上了多年來的友誼 在劇裡還有另一個女神值得留意的 就是郭雪芙 她有很甜美的外貌 她之前做的電視劇很難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這次不同了 她在華登初上飾演一個拜金的大學生 在這間酒店裡 是這間酒店最年輕的一位小姐 為了賺錢走到這間酒店上班 雖然她的戲份不是很多 但她的演出相當良眼 令到劇集生息不少 她更得到導演和觀眾的認同 可以說這次擺脫了做花瓶的印象 華登初上 這麼成功的一個劇集 是由林心瑜和戴天翼共同擔任製作人 他們兩個人在之前合作過 有十六個夏天 他們的默契都相當好 其實林心瑜不是第一次做製作人 2011年有一部古裝大陸劇 《傾世王妃》 還有剛剛提過的《十六個夏天》 和《他們創業的那些鳥事》 都是她的作品 所以她同時擔任幕前和幕後的工作 對她來說是嫁輕就熟 這部劇為了完美展現80年代的氛圍 她的場景、服裝和妝容都是一絲不久 這群女星在劇中的氣服 真的很華麗、很美嚴 例如那些占著肩膊的外套、披肩 還有那些很漂亮的色調閃片的衣服 還有那些大卷髮的年代造型 真的能夠展現80年代酒店小姐的風情 你看看歷史圖片就會了解 場景是完全呈現當時日式酒店文化繁華的一面 這麼成功的這部電視劇 是否很貴是否用了很多資金呢? 華登初想有三季一共是24集 籌備了四年是用了2億5千萬新台幣 即是大約是7千萬的港幣做製作的 Netflix是用了3億的新台幣 即是8千5百萬的港幣買了一個版權 對他們來說 利潤大約是5千萬的新台幣 即是大約是1千萬的港元 即是20%的利潤 華登初想平均每集的製作成本 就是千多萬新台幣 即是300多萬港幣 香港是否付不起這製作費呢? TVB前CEO李保安在2018年接受訪問時曾經說過 現在TVB製作劇集每一集的成本 已經升級到300萬至600萬甚至700萬不等 也就是說華登初想的成本 不是比TVB劇集成本貴的 在資金層面上來說 TVB其實都可以出產這類有能力出產這類劇集 不過問題是現時的製作模式 整個營運方式 是否未能配合到時代的轉變 可能由自家製一條龍的模式 轉為一個媒體投資者 正經營頻道的營運 劇集的製作只是留下一些低成本 就像外輩家這類製作 其他的製作就外判 減少價場跌屋 可能這樣做是一個解決方法之一 投資劇集其實是可以外判給 中、港、日、韓、台、泰等等的團隊 反正優質的劇集 無論哪個國家製作都有賣服的市場 本地是可以用回商譽廣播 不過其實現在的趨勢 很多觀眾都寧願聽回原聲廣播 無可爭議的事實就是 全球的影視市場已經變得一體化 觀眾要看的是優質的電視劇 語言不是最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 Netflix也不會那麼成功 2021年TVB中期虧損有2億8400萬 這個虧損的數目足足足投資拍四部華登初相 當然有份投資華登初相的百事數碼 本身都是專門電影前後期製作的 電影女鬼橋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黑在你心底的名字 瀑布等等都是他們的作品 而今次華登初相都看得出 在後期製作調色方面做了不少功夫 TVB早在2017年投資了1億美金 和荷里活頂尖電視電影製作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 成立一間合營公司 但去年年報列明投資權益部分 自2017年成立以來 已經通過攤佔虧損而全數撇減 即是華人一億美金已經化為烏有 而這一億美金 是足夠製作十一部華登初相 所以TVB虧損未必只在於 因為觀眾離起這個台 而如果投資在高質素製作上 就算香港觀眾不喜歡你的品牌也好 在內地和其他地方都應該賣到錢 和有市場 甚至不用打著TVB的招牌 都可以的 我希望香港都能夠製作到 這麼高質素和受歡迎的電視作品 成立一步 自動吧 準備好了嗎 來吧 1、2、1、2、3、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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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